小雨,为什么选择在第二现场不到现场来 因为我觉得 我出来的话,我觉得我们都会很尴尬 那你干嘛要来呢 我想跟亲姐 把我们的事都说明白 我知道亲姐是喜欢国县 所以 你喜欢国县吗 小雨 其实我也想知道 你到底喜欢国县吗 我知道 你的信口吧 有时候遇到什么事你都不爱说出来 往心里面憋着 但是 今天 我觉得 真的我希望我们可以 好好的说清楚 我也希望可以得到一个你真诚的答案 亲姐,我知道你对我 我知道你对我特别好 所以 你说你喜欢博贤的时候 其实 我真的 我真的是特别希望你能幸福 那你喜欢博贤吗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不是故意的 跟你来现场好不好 对不起 亲姐 好 既然你这么难以回答 你先考虑一下 我劝你 最好能够来到现场 把这事说清楚 既然有人可以打破局面 尤其是一个受害者 打开局面 你们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把第二现场关了 我们给小宇一段时间考虑一下 是否来到现场 当然我希望她能够到这来把这事说清楚 但是我希望 欠欠能够做好准备 考虑清楚你将会面临到的一切 当看到真实的现状的时候 我是不是能够相信你现在这样还面带笑容 但无论如何我们所有的人都会鼓励你吃事 好吧 欠欠和小宇情同见美 在偌大的城市中互相依靠 本来在介绍欠欠与博贤认识之前 小宇和博贤两人早就有心生好感 但却因为诸多顾虑 两人都没有表达爱意 而当开朗大方的欠欠 对博贤一见尊情 并告白后 善良印象不善表达的小宇 却做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默默促成自己喜欢 而博贤与室友倩倩交往 当纠结的爱情 与纯极的友情碰撞 并逐渐成亲后 小宇会来到现场 面对倩倩的告白 和接受博贤的爱情吗 我建议还是你去开门 你比较有资格 去吧 做好准备了 这个脚已经迈到这一步 只要迈进去一点点 你就可以看到真相 你不敢 小宇已经很多次 想要脱口而出 说出我到底喜不喜欢 我行 你每一次在关键时候 你都插话 虽然每一次插话都是说 没关系的 你说出来吧 其实你心里害怕得要死 是吧 但是勇敢一点 事实是怎样 就是怎样 好吗 什么东西也没必要 一时委屈着憋着 希望待会儿 他出来的时候 你能够真实地表现自己 该哭哭 该笑笑 来 让我们一起到时候回说 看看小宇会不会来的现场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请按订阅